第一題 他問我們下列何者不是粒子 經由擴散作用所造成的效果 那麼給了我們四個選項 我們了解所謂的擴散作用 就是液體或者氣體 既然本身的一些運動的狀況 把它從濃度高的地方 移到濃度低的地方 這種傳播的現象 我們稱之為擴散 第一個沒有進家門 就會聞到飯菜香 就是飯菜的香味 從家裡面飄散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擴散的現象 所以我們第一題 A的選項是對的 那麼 水中滴墨汁 然後整段時間變成淡黑色 這是我們一般來教 所謂的擴散的時候會取的例子 就是我們的墨水在水中擴散 所以這個選項也是對的 那麼 面相老師的黑板 吃到旁邊人在偷吃便當 這也是因為便當的香味 所以從學生那邊傳到老師那裡 這跟我們的第一個 聞到飯菜香的味道意思 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選項也是對的 那麼只有呢 B選項 他說上完體育課之後 汗流滿 運動服都是濕濕黏黏的 這個運動衣服會濕濕黏黏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的汗水 進到衣服裡面 然後順著這些衣服的纖維 會產生所謂的毛細現象 所以會使得整個衣服都是濕濕黏的 所以它是因為毛細現象的關係 所以它不是因為擴散 所以我們這題的答案呢 就應該選擇是B 上完體育課之後 汗流滿身 運動服都濕濕黏黏的 這不是所謂的擴散的現象